现在全世界最大的网红 他说还是满满的哀怨 为什么以色列还没有对俄罗斯寄出制裁 有没有 类似这样 他的全球巡演都在谴责每一个被他巡演的国家 你可以做得更多 你为什么还不这样 你为什么还不那样 不但谴责国家 还把私人企业都拿出来 一一盘点赢 他的这个小编团队不能否认 还真的是满会做功课的 也满认真的 但被他点到的人恐怕也是有苦说不出 毕竟此刻 他在风头上 名义一归 那今天的这个造句很简单 为什么什么什么还没怎样怎样 今天大家的造句太踊跃了 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例句第一次写不下 还要猜测两半 来看大家的造句 小文说 为什么王美花还没兑现鸡牌 这个鸡牌梗 从上个星期一直纠结到现在 我看看你们还要纠结多久 好 韦玉 为什么博士论文还没有拿出来 这个大概纠结了好几年了 好 还有瑞隆 为什么塔利班还没有去乌克兰打仗 好 景为 为什么苏贞昌还没有下台 你会不会太直接了 志豪 为什么台湾还没有独立 好 大灾问 很厉害 大家利用这个造句有没有 一下子戳中要害 来 大千 而且好厉害 还有好几个是我今天下午想好 真的 还好我想得够多 我跟你讲 现在做第一个都没有用 对不对 以前是做后面的比较倒霉 会被前面造掉 现在王美花就把你造掉了 对 我刚刚还很开心 想说我今天做第一个 应该没人跟我抢了 好 还好我还留了几个 为什么美国还没出面斡旋 推动和谈 终止战争 我想今天我们也会讲到这个问题 其实这场战争真正能够叫停的 只有美国 但是美国却始终不愿意介入外交斡旋